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第一次开设了客家戏曲传席的课程 邀请到国内一流政科班的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到花莲来开课 并且由剧团的艺术总监郑荣兴率领着专业的诗之群亲自教学 让花莲乡亲不必远赴外地就可以学习到传统客家戏曲之美 传统歌仔戏在台湾推广多年深入民众生活 而客家剧在最近几年的努力传扬当中也逐渐展露头角 花莲县政府客家事务处今年更是首度开设了客家戏曲传席课程 邀请到国内一流政科班的荣兴客家采茶剧团到花莲来授课 让花莲乡亲不用远赴外地就可以向民师学习客家戏曲表演艺术 我们花莲有非常多客家的人才采茶剧团的人才 可是在长期以往有兴趣的学生常常都会自己掏腰包 到台北桃园苗栗外地去学习 那这个事情县长许甄卫非常关心 希望我们客家书处能够提出一个计划 让老师们到花莲来做杂根的工作 让我们花莲在地有兴趣的学习的学生 不必那么辛苦到外地去 那老师们到花莲来跟我们的学生做至以上实体的教学 面对面的教学 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计划 那今年是花莲客家事务处成立以来第一次办理这个活动 那我们也希望如果这个效果不错 那我们会每年都向中央来争取 这次课程特别是由荣兴客家采茶剧团的艺术总监 郑荣兴亲自指导 带领科班出身的专业师之群到花莲来教学 客家系最独特的就是它的唱腔 它有九腔十八调 那当然它很重要的就是要讲客家话 才叫客家系 那唱腔加上它的语言 那么当然它也有它的特殊的表现方式 那它的特殊表现方式就是三角彩茶 一丑二丹 然后它更有所谓的什么矮字簿啊 什么帮闪蕊啊 抛茶扛茶这类的 所以它有很多很多它有很特殊的 像棚头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客家系 很独特的一个部分 课程从十月六号到十二月十六号 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在花莲客家文化会馆上课 客家事务处处长彭伟组表示 希望透过学习课程 有机会可以培养出一组花莲在地的客家剧团 未来可以在花莲各个乡镇社区来表演 推广传统客家戏曲 也让更多人认识客家文化 想参与客家剧表演的乡亲 可以向花莲县客家事务处来报名 这里会接下来相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责迟 转责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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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责